人爱街的工商活动 同乐街的热闹繁华 这些过去是今日台东发展的重要基础 由于没有刻意保存 这些过去目前只能聆听老人诉说 在一些老照片中回味 或是走到老街中追忆 104年才成立发展协会的强国社区 正值盛年的理事长钟世宏 在总干事妇女陈文雄、陈云婉及干部门的协助下 访问其老、收集老照片、整理文史资料 到外地参访学习等等 企图凝聚共识 找到老社区的新生命 一年多来 办理老照片一项展及五场活动 还发行了105年的阅历 广发各界 奇销地方人、地方市 由于风评良好 106年的阅历编辑当中 这次的重点放在地方民间团体介绍 除了对于过往繁华的追忆 协会另一方面力求开创新局 希望政府单位协助成立一个活动中心 作为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据点 慢慢地有把大家的居民的心有拉拢过来 但是还是有一个地点 可以让这些老年人可以就是大家一起聊天、泡茶 就是做一个聚集的地点 这样子 我们社区最大特色是有些人文、历史、文化在 尽量找回日基时代炒作界的那个颜貌 然后跟找回以前那种浓浓的人情味 在兄弟合作经营的中西市早餐店里 明显感受到社区的一天 正沸沸扬扬地准备开始 同时也意味着 发展协会为社区翻转而努力的一天 也准备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